雪兰儿书邦在野百年新都庙流血冲突 持续升级 大批印尼群众在今天凌晨时分再度走上街头放火烧车 更前往买下庙宇所在地的发展公司前 打碎玻璃门并闯入捣乱 情况彻底失控 这起骚乱造成7人受伤 警方当场逮捕了17人驻查 当中包括策划骚乱的主谋 信徒捍卫雪兰儿书邦在野百年新都老庙演变的冲突 还没有消停 随着警方昨天逮捕几名肇事者后 事件并没有马上平息 凌晨1点 一群印尼男子 在USJ25的庙宇前放火烧车 接获投报的消防车和救护车赶到现场 竟然开始攻击消防车 向车子抛制物品 导致消防车净破裂 当局被迫撤离现场 按捺不住怒火的群众 随后竟然把泄愤目标 转向买下庙宇所在地的湾西底发展商 在凌晨2点左右 他们游行并强行闯入公司建筑物 不但敲破大楼玻璃 还破坏停放在商场的轿车 警方随后出动镇报队到场控制情况 也受到姿势者攻击 气氛紧张 骚乱维持长达三小时才受到控制 由于事态严重 拉响国内安全警报 内政部副部长拿督阿兹加曼 在大批警员的陪同下 前往新都庙附近巡视时指出 他对于有人试图挑起种族课题 制造骚乱感到非常失望 他呼吁民众克制冷静 警方将彻查案件揪出幕后黑手 我们不可以继续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也会更加强烈 如果我们拒绝 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我们没有一种教育 我们必须拒绝 我们必须拒绝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也不是一个状态 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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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福兹表示 当局一共接获29宗投报 并在现场起获两把长刀 两根棍子和两根胶管等武器 而这起事件导致7人受伤 包括一名警员 警方在骚乱现场逮捕了 17名嫌犯驻查 另一方面 针对五名印第政府部长 谴责书邦在野警方 办事不力 在昨天的骚乱事件 爆发两小时后 才派遣一辆巡逻车 到场戒备 扶资反驳这项说法 澄清警方在接获 投报后的10分钟 就已经抵达现场 云散逆 我听说法 我听说法 我听说法